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就轮到他了吗 灯灯灯灯 赖神要出场 就算是赖神 他其实很久很久 神不起来了 对不对 神不起来了 但是接下来怎么办 党要靠他 那他也是这次选举当中 保持距离受伤 最小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他的首场政见会 竞选党主席同俄竞选 就是他了啦 不用选 他同俄竞选 一个人嘛 一个人的武林 一个人的江湖 第一场办在新北市的三重 要向党员报告 那这是12月20号确诊康复之后 晚上第一次出席公开活动 也是登记参选党魁之后呢 第一次跟总统同场 但是两人相隔30分钟 没有碰头哦 那参选声明呢 他要完成四项工作 来 这个寒冰 第一个 重整旗鼓 重整旗鼓 第二个 深刻检讨 深刻 第三广纳人才 英系要不要放进来 第四守护民主 那言论自由呢 52台要不要还给中天 你怎么看待这四项 神圣的任务 你看哦 他现在在竞选民进党的 党主席 所以他这四项 显然是针对民进党来改革的嘛 所以他的第一项在告诉我们 民进党现在一点都不民主 民主进步党 所以他现在需要来守护民主 所以不然的话他干嘛 如果民主基督党像他们自己所宣称的党内这么民主 他守护什么民主 有什么好守护 他最知道党内有没有民主 是啊 所以他知道没有民主 然后第二个 他第三点讲什么 广大人才 比方说民进党现在没有人才嘛 都是一堆走狗废物 这都是要反向思考 都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就是这样 然后深刻检讨 我笑你不敢啊 你有种检讨蔡英文啊 检讨看看啊 你忘记你上次怎么被打成猪头了 你要不要这次再来一次 所以你敢深刻检讨吗 也不敢嘛 所以重整旗鼓 当你这下面二三四点都做不到的时候 基本上 我说真的 你的低点根本不可能 所以你看赖信德这次出来 你不觉得情况很诡异吗 第一个 你照理来说 蔡英文现在已经没有党值了 所以你跟他同台OK的啊 有什么关系 结果你们两个干嘛错开半中头 你们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又发觉 总统副总统不能在一起很重要 对啊 你当初去助选的时候 怎么都不会这样 现在突然之间怎么又开始要避险了 要避开了 然后再来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东西 请问一下民进党现在好像有人在选举 吴英龙不是在选举吗 都忘了他 连接党都忘了他 赖金德要付出要来 去跟党员报告最好的方式 不是去帮吴英龙助选吗 对耶 为什么大家都跳过他 他先去帮助吴英龙 让吴英龙站上了立委的位置之后 不是我还没有竞选之前我就先立下大功了吗 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 他觉得大势已去是吧 所以表示现在大家都跟农农切割了很开嘛 现在整党忘记一个人 林志杰2.0啊 是以前韩国瑜是他在等一个人 然后现在是大家忘了一个人 全部都忘记他了 没有人关系 蔡英文也没有去啊 你不要看吴英龙蔡英文也没去 他还被叫小英男孩 结果小英不认识这个男孩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赖金德这一步 当然因为他这次同俄竞选 党内也没有人跟他争 那他基本上就是一定会上 也是做做姿态而已 可是 我觉得真正的斗争还没有开始 真正的斗争要等过完年后 因为现在你看党内开始暗潮汹涌 你以为蔡玉宇为什么敢跳出来 蔡玉宇英系的 她为什么敢跳出来 陈明文告诉人家说 他告诉吴子家说 我10月就已经像赖金德书成 然后你看英系的大将 一个一个都出来了 然后现在一堆暗潮汹涌的 所以我认为赖金德还是耐不住性子 赖金德还是那个死个性 有仇必报 但是他现在还会相对低调 等到过完年之后 他觉得他语意丰满了 觉得反对蔡英文够多了 那个时候他会出来的 可是行政资源还是在蔡英文手上 是没有错 但是他现在就是看准了 蔡英文的民调恐怕会一路走低 很多人都认为37.5不是蔡英文最低 他会持续往下走 所以当走到一个程度 民进党内部产生焦虑感的时候 因为这次蔡英文又没有再选了 他没有连任的问题 所以赖金德这一次 我觉得他会名正言顺的开始夺权 大家看着好 开始夺权 那所以蔡英文无力反扑吗 他还是手上握有国家机器 所以那赖金德未来日子会怎么样呢 这个先是邮英龙说了 同俄竞选问题也是很大 他认为迎袭蔡正宜应该要派出人马来争取 民进党需要一场总统初选 讲到初选就讲到了赖金德的痛楚 对不对 伤心往事 那场不公平的初选 本来是赢 到最后硬是输得莫名其妙 然后这个沈大老说什么 民进党三个月内流失了207万的认同者 这个民调我们昨天有讲过 对不对 对于这个民进党未来来说是一场空前危机 而且是没有办法翻转的危机 近平没有办法翻转 赖金德是完了 赖金德完了 还没开始就完了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因为没有V型反转 在过去我们看到 有时候民进党输了一屁股 然后登下一次有没有 真的是触底反弹 弹得很高 但他认为赖金德没有所谓的V型反转 没有触底反弹 这个没有V型反转 就没有赖金德总统 所以赖金德一定要搏一场V型反弹 会有这个V型反弹在赖金德身上吗 要怎么样才能够V型反弹出来 我看民进党的支持者 跟民进党党员可能先反弹 所以这个声望在这个时候 一直跌跌不休 你都把学历盖牌了 你怎么反弹 你都做成这么多的这个蠢事了 所以我蛮 其实我蛮认同说 那个刚刚有讲说 应该要派一个 这个就是 那个游英龙说 应该再派一个人出来选 那你就派陈建仁啊 英系啊 陈建仁 蔡英文绝对喜欢他 你整党可以 不只是参委内阁 整个参委政党 你可以跟陈建仁告解啊 把他当神父啊 圣骑士嘛 这是一个会跟上帝对话的人耶 天主 对不对 会跟天主对话的人 他叫他去哪里去帮谁 他就去帮谁 可是天主会骗他 我是相信天主 不相信他 那他去帮民进党啊 他去对抗赖清德啊 对不对 代表英系啊 英系这时候 正需要这样一个救世主嘛 那你干脆直接跟他告解 忏悔一下就好了 对 那所以不要把他当白痴 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 虽然会宁愿让你们的这个政党 去玩耍 玩弄于鼓掌之中啊 但是也还没有到这种 我觉得刚刚说 如果没有V型反转 就没有赖清德 这是为了 我觉得毕竟沈大老 还是在帮赖清德铺陈啦 因为他还是心向着 觉得绿云不能这样下去啦 能够让赖清德谷底反转 但是问题是 你要问蔡英文 要不要让他谷底反转 要不要看着这个政党交给他 而且是不是心甘情愿 而不是这样的一个 被动的这个迫于情势所逼 所以英系还会有那种氛围 还有邮英龙还会有 讲出英系有一种 那种狗尾叙雕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可悲的地方 否则不会做这些 这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 还不晓得自己错在哪里 而且一直不断的在立法院 他们现在延会到1月13号 你就看这些立委 会蠢到什么程度 然后会一直这样子 做出让民众 以及民进党的支持者 看了都可能都看不下去 摇头的事情出来 而且现在大家关注的是 苏貞昌要不要改住 之前这个全党去挺 这个林志坚 就是个错误的政治判断 全党挺一人 这句话说出来 这个败笔就出现了 那现在这个学历盖牌 也是个错误的政治判断 从学历到学后是不是 所以请教一下 这个蔡英文真的会 令不出办公室吗 你觉得 你看那个疫情 延一年的事情 国防部都在观望着 这个蔡英文要不要讲话 总统府要不要讲话 就已经令还没 还到底要不要出来 国防部都在怀疑 三军统帅 所以现在都已经有那种氛围了 等到后面再情势恶化的话 你现在三军统帅 总统的职权就是国防外交两岸 你现在内政的部分都交给 就可以甩锅丢给这个苏贞昌嘛 你现在你国防那种疫情的 这个研疫的时候 我们上礼拜讲过这个东西 你都还搞不定的话 那你现在外交两岸 你能说出什么东西 你能有什么心意吗 两岸更直接的考验 现在都弄成这样子了 那个农产品我们前两天也提过了 你蔡英文你躲在后面 两年不开记者会 然后你也不去面对民众 面对国人 然后你只会躲在后面 想要当一个营武者这样子 所以我听你这样讲 那好像真的这样赖清德完了 因为赖清德他只有党权嘛 对不对 是啊 他就不能伸手过去叫蔡英文放权 所以他还是要承接 这个蔡英文的施政成绩嘛 是啊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V型反转的 很难发生在赖清德身上 遥遥无奇 不太可能 因为而且你先让大家吐个半死 然后骂个半死 但赖清德仇恨值比较低一点点啊 但是大家不会忘记 他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样一个台独精神 他的标签也撕不下来 对 所以你要说他出现什么反转 唯一大概有反转的就是 他已经不再是当年人家说的 那个家世大洲了 赖神 已经早就不是赖神了 从那个功德院开始 没错 就已经神不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啦 虽然他可能想要经历的掩藏大自己 但是赖清德就是赖清德 那江山易改本性难以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后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